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强烈的向往之情并不能拉近人与宇宙的距离 无处宣泄的感情最终只能化作纸上一篇篇动人的传说 时光荏苒随着伽利略发明四十倍双镜望远镜 那原本极为遥远的星空似乎开始变得触手可及 天文学也从此进入了望远镜时代 只得一提的是发展到今天 天文望远镜已经不再是早期那种简陋的构造 而为了满足更复杂的科研需求 在光学望远镜的基础上 科学家们又发明出了射电望远镜 那么传统的光学望远镜和现代发明的射电望远镜 有何区别呢 两者又谁优谁裂呢 事实上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接收的电磁波波长不同 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而因为分工和目的不同 射电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也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例如要看非常明确的天体目标 那么光学望远镜肯定要比射电望远镜好 因为它有光学镜头呈现更为清晰 而如果观测条件不好 并且观测目标还极为遥远 那么使用射电望远镜就是最优的选择 迄今为止 人类制造的最大光学望远镜 是被置于大气层外侧的哈勃望远镜 而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则是位于中国贵州的天眼FAST射电望远镜 最早提出建立射电望远镜构想的 是包括天文学家南仁东在内的十几位科学家 他们想在地球电信号环境恶化之前 多接收到一些宇宙中的射电信号 继而对宇宙又更加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从1994年7月首次提出概念 到2016年全面建成 22年间几代科学家将科研热血 抛洒之词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天眼的意义其实并不逊于核武和北斗系统 可能看过天眼的朋友会对他的造型印象深刻 因为单看外表 谁都无法相信 这个直径500米的超级大锅 竟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有人曾做过计算 如果将这口大锅中盛满水 那么几乎够70亿人 每人分4品 可见他的建造难度是多么的高 事实上 这个对中国科学界 乃至世界科学界 都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天眼 在建成之初并没有少遭非议 甚至被一些科学家所警告 例如著名物理学家 有着宇宙之王称号的史蒂芬·霍金 就在天眼投入使用前 不止一次的发出警告 他认为天眼的使用 将会给人类和地球 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 那么霍金为什么要发出这种警告呢 他究竟担心天眼看到什么呢 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天眼的主要作用 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现阶段天眼的主要任务 就是监听宇宙中的各种电磁波 然后将电磁波中的噪音分离 剩下有用的信号 传回电脑端分析和记录 截至4月 天眼按照此方法 已经在宇宙中至少发现了 114颗脉冲型 让人类朝宇宙本源的方向 又迈出了一小步 而让霍金担心的 就是这个天眼 之所以能够在宇宙中发现脉冲星 是因为脉冲星发出了电磁脉冲信号 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其实也在凝视你 霍金担心人类 在接收到些电磁脉冲信号的同时 也会暴露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从而将一些不怀好意的外星文明引来 继而发生人类难以承受的灾难 其实霍金一直认为 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 但是人类却不应该主动找他们 甚至尽可能地避开他们 就像卡尔萨根曾说过的那样 在宇宙戏剧中 我们并不是主角 出入宇宙的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安静观察 而不是大声呼唤 霍金认为 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科技水平下 被外星文明发现 那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步 将会在地球上演 人类这回将是被吐鲁和掠夺的土著 对于霍金的这一担忧 法萨总工艺师王启明则表示 他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但这只是次要的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寻找脉冲心的重要性 要高于在宇宙中隐藏自身 为什么脉冲心对人类来说 如此的重要呢 主要因为它关乎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未来注定在无垠的宇宙中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科学界的公认 而当人类进入星际时代时 将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在无兵无际的宇宙中 定位和导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学家们想了很多方法 例如使用陀螺仪以及加速度计 通过测量飞船 每一刻的角速度和加速度 然后计算出飞船的速度和位移 只要保留完整的记录 就能够推测出飞船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种方法 只适合短途星际航行 因为随着时间的增加 其误差会越来越大 最后只会导致飞船在宇宙中迷航 之后科学家们又想到了 利用已知天体的相对位置进行飞船定位 但是这个方法显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尤其是位于位置星计时 那究竟有没有一种效果好 局限性小的定位方法呢 答案是有 就是利用脉冲星进行飞船导航 因为脉冲星会稳定的发出脉冲信号 其误差值仅为微秒甚至是纳秒 因此只要多观察几个脉冲星 就能够将它们组成一个脉冲星计时阵 进而在银河系甚至整个可观测宇宙中进行定位 所以与其整日担心被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外星文明发现 寻找脉冲星显然更加的现实 更何况它还是人类开始宇宙时代的关键 当然了 人类从始至终都是一种好奇心非常重的生物 而宇宙中究竟有没有外星人的问题 也困扰着人类很久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寻找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呢 或者说人类为何对寻找外星文明如此的痴迷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为了探寻生命的起源 提到生命问题 就不得不提到生物界的基石理论 进化论 如果在宇宙中找到了外星文明 那么就有了新的生命样本 这对探寻生命的本质有着巨大的帮助 当然了 如果因为距离的原因 导致人类无法取得外星生物样本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至少证明 生命在宇宙中具有普遍性 对研究生命起源 同样非常有帮助 不仅仅是更容易探究生命起源 找到外星文明 还能对人类文明和科技的发展 起到导向作用 我们都知道 人类的发展一直都是摸石头过河似的 因为没有其他文明发展道路可以借鉴 导致人类在发展过程中 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 而再找到外星文明 就等于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了一个灯塔 人类只要顺着灯塔的方向前进 科技发展的速度必然会比漫无目的的试探性发展快很多 我们都知道 人类发展的本质 就是不断将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 这也就意味着资源是重中之重 目前科学家们寻找外星文明 首要筛选条件就是行星环境 如果在某颗行星上发现了外星文明 那么就意味着这颗行星同时也适宜人类生活居住 而新的移居行星就意味着大量新的资源 如果这颗星球上的外星文明不够强大 那么人类就多了一颗资源丰富的殖民星球 而如果和人类文明差不多 那么人类就多了一个能够贸易和文化输出的星球 这对人类整体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说寻找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 其实从根本上看也有着防患于未然的意思 毕竟闭关锁国不对外交流的结果 所有人都不会忘记 事实上如果抛开生命起源 这种外在追求不看 人类寻找外星文明其实还有一个内在追求 那就是纯粹的好奇 总的来说虽然寻找外星文明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人类寻找外星文明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天眼也即将在9月份正式开始在宇宙中寻找地外文明 希望未来会有好消息传来 同时也希望霍金所担心的不要成为现实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 谢谢观看